在平静的海面上 一艘前往旧金山的大船突然着起了火 慌乱之下 老船长将年幼的艾米丽和理查德放进救生小船 并投向了大海 老船员带着两个孩子飘荡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上 和其他人持续了联系 太阳慢慢落山又升起 迎来了新的一天 三个人惊喜地发现了小岛 大声呼喊着我们得救了 在荒岛上 老船员交给艾米丽和理查德生存的技能 叫他们钓鱼 打绳结和搭建简易的茅草房 一天老船员外出寻找食物 他看到在一块岩石上 有被撕碎的血淋淋的鲜肉 老船员惊恐地跑回茅草屋 并再三告诫两个孩子 千万不要去倒到另一边 从那里有妖怪 会吃掉像他们这样的小孩子 懵懂的两人相信了老船员的话 一天清晨 艾米丽和理查德发现老船员不见了 两人到处寻找 终于在一处沙滩上找到了他 当理查德把趴在沙滩上的老船员 翻过来的时候 一只旁蟹从老船员的嘴里爬了出来 艾米丽当场晕了过去 老船员的死带给两个孩子无尽的悲伤 从此以后 两人开始过上了孤男寡女的荒岛生活 转眼间两个孩子已经长大 两人早已习惯了岛上闲散安逸的生活 在一个看起来和平常无异的日子里 艾米丽迎来了他的第一次出巢 着急的理查德询问艾米丽是否受伤了 但艾米丽潜意识里的羞涩使他知乌不达 他开始对男孩子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 一天 艾米丽无意间听到从岛的另一边传来的打鼓声 好奇的他偷偷跑到了岛的另一边 他也看到了老船员当初看到的长着人面像的岩石 而且不断流出鲜血 惊慌的艾米丽赶紧逃离现场 当天晚上他就梦到理查德遭遇不幸被吓醒过来 理查德跑过来安慰他 艾米丽让理查德发誓永远不要离开他 接着两人亲吻在了一起 当理查德想要做更多时 艾米丽羞涩地跑开了 一次艾米丽不慎划破了脚 伤口发炎导致他几次昏厥 他请求理查德带他去岛的另一边 在那块岩石上 他认为那是上帝存在的地方 艾米丽也慢慢养好了伤 在这期间两人的情感不断神闻 并完成了第一次欢爱 不久后艾米丽怀孕了 就在孩子出生的那个晚上 岛的另一边又传来了一阵阵打鼓声 理查德前往查看 却发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原来那块人面岩石是土著人 用来执行活人计的道具 理查德终于明白 当初老船长为什么再三叮嘱 不要到岛的另一边的原因 当晚艾米丽顺利地生下了孩子 孩子到来为两人的生活增加了一分快乐 快乐的日子使两人更不愿离开小岛 即使有救援队靠近时 两人也选择了回避 不久 艾米丽和理查德决定到他们小时候 与老船长相处的地方看看 期间 他们的孩子偷偷摘了些永远沉睡浆果 并放进了小船 但是意外发生了 艾米丽和孩子坐在船上 不小心把船长弄掉了一只 发现状况的理查德纵身跳入海中游了过去 这时理查德身后出现了一只鲨鱼 艾米丽当机立断 将另一只船长投向了鲨鱼 理查德这才顺利上了小船 没有船长的小船 只能在海面上随波漂流 孩子趁大人不注意时 偷偷吃下了永远沉睡浆果 在艾米丽发现时已经太迟了 艾米丽和理查德四眼相对 眼神中充满了悲伤 最后两人决定和他们的孩子一起沉睡 同时吃下了浆果 一家三口蜷缩在船舱内 跟随小船漂泊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中 这时在远处的海面上缓缓使来一辆大船 他们发现了这一家三口的小船 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艾米丽和理查德两人彼此都离不开对方 是真正的患难于共 在让人羡慕纯洁美好爱情的同时 也让人感叹 这样远离人世的荒岛人生 究竟是福还是货